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星 请公寓员孟栏目幸福来敲门 我是兔磊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五位幸福观察团成员 他们分别是 曹熹 赵小叶 张启明 李当 杨丽 掌声欢迎他们 掌声有请这位幸福心愿 除有人 你好 兔磊老师 来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来自福建厦门的 我叫郭梅松 今年31岁 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 刚出生的时候 父母就有发现说 我的腿是比较弯的 但是那时候 刚出生那时候 是没有去检查 大概我的身高吧 就停留在 三岁小孩左右的 这个阶段的时候 才意识到就是 问题的严重性 家里也条件有限 我们当时只在 那个镇上的那种 小医院有去看过 确诊为就是 朱炉症 就是卵骨发育不全 像你这样的 个子比较矮小的 在幼年的时候 都会由此而产生自卑 产生孤僻 你有吗 我也有过 比如说吧 因为小时候 最大的愿望就是 能穿漂亮的衣服啊 但是吧 我一套衣服吧 你穿个五六年 它还是一样的 那个身高 根本就 我一直盼着说 那如果好 都不用买了 我一直盼望说 自己能快点长高 衣服就会变短了 然后能买 买好看的衣服 骑一个自行车的时候 脚也够不着地 小朋友也会嘲笑说 呀 你长得这么矮啊 怎么的 就直到小学毕业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 我就情绪比较不好 因为我们上初中的时候 不是在农村上读的 要到镇上去 我就害怕 不敢去 小学毕业之后 就没去上学 那几年时间 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 都不出门的 但是慢慢几年之后 我发现觉得 这样的人生 这样的生活 我一辈子就要这样子下去吗 因为我在家 长时间的 就是没有那些朋友啥的 知道上网这个东西 可以接触外面 然后可以交朋友 弟弟在读书的时候 我就教他教我 之后的话 我就结识了 就全国各地的一帮 跟我一样差不多的朋友 所以才走出来 对 才知道 原来不是只有我长成这个样子 全世界各个角落 有好多像我一样的 他们也一样可以工作 也可以到处去玩 甚至有的可以结婚 甚至有家庭那样子 跟他们在一起 我觉得不会说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经常会跟他们去聚会 出去玩到不同城市去 那你现在什么工作 我之前就没读书的时候 在家里一直做婚纱出秀 做了有大概十年左右的 家里做手工活 直到我结完婚之后 这两三年 自己开了一个网店 卖啥 卖自己家的一些海鲜产品 卖海鲜 对 干货是吧 跟你老公一起开的 对 结婚多久了吗 七八年了 她是跟你身体情况一样 不是 她是正常身高 她是正常身高 她有多高 163左右 163左右 当时也是一个朋友介绍的 互相加QQ认识的 突然有一天她说 梅子 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我说你神经 有谁能看上我呢 她说你别自己这么想 你很漂亮 你可以的 她说 对方是一个孤儿 十几岁的时候 就自己出来 闯荡自己生活 她过去 可以帮你们家人干活多好 听她一这么说 我觉得还对父母 能有帮助 我就说好吧 那就加加看吧 刚开始 我是不怎么敢跟 她去搭话 差不多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内 她每天会来问我 就你在干嘛呀 你吃饭了没有啊 就是今天在干嘛 就是问这些关心的话之类 回答的都是 对 吃了 很简单的那种 就是比较 不是很 不是很热情 对 因为自己也是害怕 也害怕就是 上当受骗的那种 不敢相信说 人家会来跟你 真的跟你当朋友啊 更何况是 储对象的这种状况 然后突然那一天 我跟不到跟我妈 就是起了猴角 起了争执的时候 就我特别委屈 就觉得说 是不是我长成这个样子 就是 累赘 对 就是 就是会是你们的累赘 然后 就是突然有一种念头 就是说 我想出去 我想走出家门去 不想待在家里 就是在那种心情不好的情况下 我就跟她说 一开始我们俩不是 朋友介绍 储对象的吗 那你现在觉得我怎么样 如果可以的话 你能把我带出去吗 就是我想出门去 没有马上回答 就是沉默了一下 然后说 给她几天 几天时间考虑这样子 然后过后 两天的时间之内 她就考虑清楚了 就跟我说 她就好吧 但是我不能带你出门 就是 就是愿意跟我谈对象的那种 她说我不能一下子 把你带出门去 这样子 这样子父母会担心的那种 所以就这样相识的 对 然后我俩就明确地说 以男女朋友 处对象的那种 后来怎么决定结婚的 我们让她来说好不好 她叫什么名字 李光磊 大家好 主持人你好 好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来自福建厦门 我叫李光磊 我是光明松的老公 李光磊 光明磊落 对吧 我当初也应该叫图光磊 你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34岁 刚才我们聊到说 你们因为她想离家出走 所以你们才确定了男女关系 就是你们确立了男女关系之后 怎么走向结婚的 她父母反对吗 刚到她把我带她家的时候 她家族那些人啊 一年三天的轮流来看我 从早上到晚上 有看她弟弟怎么泡茶 泡茶方式 然后我在那里慢慢泡茶给他们喝 问我平常在哪里工作 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 但是他们也可能会担心我嘛 担心你 是不是骗人呢 对 是不是来骗钱呢 我通过几个月的努力 然后帮家里面做做活啊 差不多三个月左右 然后我跟我老婆就商量着 让父母更加相信 然后先去领个证 我们觉得领证之后 就是大家都会 就会放心的那种 不要担心她是一个坏人嘛 但是事情不是那样子的 领完结婚证之后 她还是不放心的 家里人还是不放心 还是不放心的 就是说实在 她在我们家也挺 刚开始那几年也挺辛苦的 吃苦耐劳 对 刚开始的四五年时间内 都是帮我爸干活 都是没有钱的那种 那几年之内 连她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要出去 逛个街 我们买点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话 我们都是没有那个能力的 每次出门 他会问 跟伸手问我爸说 要一百块啊 两百块这种的 他还会问你说 你这次要去干嘛 当时我 他还好不觉得心里 就是有那种 受到那种 那种就是伤害的 有 他会有的 他只是不说嘛 就是我爸每次会问 你这次要去买什么 我会觉得真的太 跟房贼一样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 你倒心软了 是 你已经跟他站在一边了 对对 这么些年吧 我也挺感动的 因为 基本上我在家里面也 也不像一个妻子的那种 能做做家务啊 这些活的 基本上我就是 处于那种 像他孩子一样 他能不能照顾我的那种 现在跟你家人关系怎么样 现在相处得挺好的 父母能做到的 能够帮你把关的 就是帮你好好看看 这个男人是否能够 持世一行 那有的时候不在这种 非常严厉的状态下 很难看出一个人 真正的人品是什么 你觉得你委屈吗 我现在不觉得委屈 一开始是有点不理解 他有没有做过让你最感动的事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我老婆她冒着上面 危险给我生了一个儿子 怀孕期间 她也特别辛苦 吃很多东西都吃不下 喝那个摆开水 要小口慢喝 她腹腔容纳不下 因为肚子太小了 那你还要孩子 然后我也有跟我老婆讲 就是到快到中期的时候 看到实在太难受 我说要是实在不行的话 就给她拿掉 我老婆她就是不同意 我那时候心里也是很难受 我个人比较担心的 就是会遗传这一块 至于我本身会不会危险 这个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我俩在一起两年之后 突然有一天 我差不多有三天的时间之内 我每天半夜起来 就是吐得特别厉害 然后我有跟我妈说 我妈说让我去拿 拿那个感冒药 我生病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 是不是怀孕的那种 就偷偷地让她带我去医院检查 当时检查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怀孕一个多月 四十几天 又高兴又害怕 又高兴 直接在那边就抱着哭的那种 就一开始你们彼此之间 就是凑合着过日子大半 到后来你才慢慢被她感动 才决心一定要为她生下的一个孩子 这就是日久生情 你们孩子是早产吗 八个多月 八个多月 有多重啊 生下的时候是五斤多一点 五斤 八个多月五斤都蛮重了 医生也说挺大个的 一切都正常吗 刚生出来的时候 呼吸比较困难 都待了两个多小时了 还没有出来 人家后期进去的都出来了 你担心吧 特别担心 我当时麻药打不进去 打了三四针的麻药都打不进去 她担心 好不容易有一个伴儿嘛 如果你要是走了 她又变成一个人 是吧 李光磊 是 然后我岳父岳母他们肯定也会恨我 你们俩结婚办了婚礼 没有办婚礼 没办婚礼 对 因为我老婆她也有要求办场婚礼 但是我岳父她可能那时候会担心我这个人 万一要是轰轰烈烈办场婚礼的话 我突然要是不想在这边过来 或者不喜欢她女儿了 对她女儿伤害很大 你这么一说 我就知道你今天的幸福心愿是什么 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 为我老婆办一场像样的婚礼 谢谢 来 请回 啥叫像样的婚礼啊 像现在办那个婚礼都有那个摄影 还要有摄影 这个可以留到以后做纪念用 还要摆酒吧 有 要不咱先演练一下 看看你会不会结婚 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台上 让大家来见证我俩的爱情故事 比在家里办酒席还来得 还来得就是来得珍贵 来得那种 来得更加兴奋一些 对 对 感受更深一些 对 对 她是想这事想了好久了 她这个词在这想了好久了 是吧 来 这五位至少有几位 应该可以帮助到你 我是希望能够送上 代表我们明朗文化 送上祝福 我们有一个战略合作伙伴 叫ABC Kids 所以我希望送给你们 一个亲子装 我也愿意代表我们明朗文化 来送给你一套这个漂亮的婚纱 希望你能够开开心心地 步入婚姻的殿堂 那另外还有呢 就是你们 你们是现在在做干货对吧 对 就是海力什么的 那我也想代表我们公司 然后向你们采购一些这个干货 然后过年的时候 希望送给我的同事们 然后也希望他们的家人 都能够分享你们的幸福 谢谢 谢谢 我们熊九集团是做中小企业 富化和投资的这么一个平台 首先第一个呢 我能够对你的这个创业 进行提供帮助 我可以对你的网上的创业 这一块进行一些指导 这个我也愿意送一个小红包给你们 然后祝你们这个幸福美满 尝尝悠久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中四环硕呀 是做这个演出策划 还有婚礼策划的 帮你策划一场婚礼 也送上你一个三全家红包 送给你家宝宝 祝你们全家幸福 好 谢谢 来 对着镜头 面对你的岳父岳母 说一下你想要办婚礼了 跟他们说一下 你看他最喜欢这个了 你看马上眼泪又掉下来了 对吧 因为他一直觉得很委屈嘛 因为我的这种身材 我的身体的问题 一直以来我不敢想象婚姻 好不容易有一个男人 走到我的身边 我父母对他又那么不公平 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 我冒着生命危险 生下了我们的孩子 现在我要昭告所有的人 我也有幸福的婚姻 幸福的家庭 他无非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个 对 那牵着老公的手说 爸 妈 以后日子 不管发生多大的困难 我都会不离不弃 可以为我们办一场像样的婚礼 让大家来见证我们的奇迹 你会唱歌吗 会 用敏南语 唱两首爱拼才会赢 三分天祖定 七分口八拼 爱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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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吧 回去筹备婚礼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朋友再见 往前走 虽然郭梅松身高不足一米 但是他却用坚强和乐观 收获了爱情 也幸运地拥有了健康的宝宝 愿他们能够在创业中不断成长 收获更加美好的明天 有请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主持人好 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于震 今年45岁 来自河北石家庄 我是一个老北漂 在北京漂了20年 说一下您是什么工作 我现在是自由职业者 我这个工作经历比较长 比较曲折 那你说一下吧 听我慢慢说 97年的时候 那时候流行包厨房 我就跟那一个厨师长来到北京了 完了我就留在了北京 我又干了五年 直到认识我的爱人 那时候那年我大概28、9了 他说你学点知识吧 学电脑 将来可以进公司 挣得也多一些 从那会儿我就开始学了大概一年多的电脑计算机 完了我就去应聘工作 因为我父亲是我们当地大学的教美术的老师 从小受这个美术的熏陶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医疗美中医院做平面设计 当时的北京的新京报 还有这个金华时报 陈报 有很多我们医院的广告 那是我做的平面设计 还有我们医院那个楼顶上那个高十几米 宽几十米的大广告 那也是我设计的 当时我挺自豪的 因为毕竟我干了十多年的体力劳动 到那年我做平面 我已经脱离了这个体力劳动 现在在哪里 我在街头 北京的街头 在北京街头是做什么呢 画画 唱歌 就留在北京 留在了北京 彻底留在了北京 是因为什么而留在北京呢 因为我这个姑娘的出生 我这有一个二姑娘 这个姑娘出生以后就是重度的脑瘫 为了给我这姑娘治病 我就这个生活轨迹完全地改变了 这个女儿刚生下来的时候 是健康的吗 刚生下来的时候 医生的评分是十分 满分 满分 就是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 一分钟和五分钟 他有一个阿普加一个检查 就是孩子的各方面的一个检查 在孩子三个月的时候 就是做这个常规的 这个妇幼保健院的检查 大夫就说你这个孩子 不像正常的孩子 是三番六座 他没有 完了他那个眼神比较呆滞 头围相对来小 不是因为工作 我是因为对女儿治疗 对 因为给姑娘治病 留在了北京 留在了北京 就是你陪他吗 一开始我这姑娘还小的时候 大概在两三岁的时候 是我岳母 岳母照顾她 后来我岳母在孩子两三岁的时候 去世 婴癌去世 当时没有人照顾这个孩子 而且我还有一个大儿子 当时要面临上学 因为他不是北京户口 只能回老家上学 你是不是要坐着 你站不稳 你这你脚是不是不太方便 我这个我真是 那有请工作人员拿个巴探 不好意思 就到后来 他们就回老家 我就独自带着我这个姑娘 但是你要给她治疗 你还要谋生 来保证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因为我爱人回世家庄 带着这个我那大儿子上学吧 也没有经济收入 做兼职也不现实 我之前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喜欢唱歌 那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是最好的一个出路 我带着姑娘 我能照顾她 我还能在街头唱歌 卖艺挣钱 这种状况 大概持续了有两年的时间 那后来为什么 我爱人就来到我身边呢 就是因为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站不住啊 对 年轻的时候干厨房嘛 抬设备 然后这么一起身 就把这个腰当时就是 应该当时那会儿不懂啊 是腰椎间盘突出 很严重的 但是因为没有钱嘛 也没有去治疗 完全就靠自己年轻 体力壮 扛着 对 扛着 您说对 扛了这么多年 基本上也没事 算扛过来了 只要是不到冬天啊 不是特别累 不是特别冷的时候 但其实病根落下了 病根落下了 我这姑娘 她也不会动 也不会说话 所以说每次呢 就是老抱她 起来喂饭啊 或者给她翻身啊 整天抱来抱去的 这个老病根都犯了 当时特别疼 又扛了一段时间 我实在是扛不住了 这个当时按照医生的话 就是压迫马尾神经了 如果拖延时间长了 马尾神经就是 缺氧时间长了 就坏死掉了 所以我今天走到这儿 虽然站不稳 但是也还是很幸运的 起码我能站在这儿 但是这个神经呢 受损 因为44个小时 它不通畅了 所以说就是 恢复起来 很慢很慢 很遥远 所以现在一家人 都到北京来了 所以现在我爱人 来到北京了 那你儿子呢 我岳父帮着照看一下 现在主要照顾孩子 是我爱人来做 我呢 我现在因为就是 不能长时间的站立 我的次重点改为画画 今天老婆来了吗 来了 来 我们掌声有请 她的妻子石小娟 我叫石小娟 来自河北石家庄 我是余震的爱人 现在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刚才说到您丈夫 在最开始的时候 一个人在北京照顾女儿 女儿是脑瘫 是吧 你一个人在石家庄 你放心吗 那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不是北京户口 儿子在北京没法入学 我们也别无选择 因为我爱人这个人 心特别细 他照顾女儿 从来不会说 就是说没有耐心 或什么的 我女儿本身 她没有吞咽功能 她不会嚼东西 我们以前呢 她最小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那个打碎机 打碎了以后 那些东西啊 她没有缝隙 特别粘 粘稠 孩子咽不下去 老是哭 偶尔有一次 我没在家的时候 她跟我说 她说 那个她发现就是 我们吃的东西 孩子也可以吃 因为她那伙 毕竟是四五岁了 我们脚碎了 让孩子吃 刚开始我接受不了 这个喂孩子的方法 但是后来 我看孩子 脚碎了吃以后 孩子很愿意咽 后来慢慢地 让我就接受了 还有意思就是 你看我们孩子吧 他是没有那个 不会自主运动 不像正常的孩子 他胳膊也细 腿也细 而且脚也小 孩子那些鞋 他穿上以后 他老掉 他撑不住 然后他就按孩子 那个鞋 这个接口 这个地方 他就打上螺丝眼 拿电针 打上螺丝眼 给孩子拧上 穿上螺丝 然后现在孩子 就是也能穿上鞋了 而且晚上孩子睡觉 睡眠不好 我们这种孩子 就是睡眠困难 吞咽困难 然后孩子有时候 晚上也容易窒息 或者是他哭 我觉得那个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孩子晚上一直睡不着觉 他起来给孩子 喂水 孩子不喝 因为我们孩子 没有语言交流 我们只能猜 喂吃的孩子不吃 然后他又给孩子 洗了个澡 大晚上的两三点钟 起来给孩子洗澡 就从这些事上 我就觉得他 反正我觉得特别有耐心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转网 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你要做的应该做的事情 你抛去这一切去追求理想 一旦理想在命运面前实现不了的话 你人生输不起 所以我现在想 理想应该向右转 我们现实的生活应该大踏步地往前 在歌唱方面取得了什么成绩 我唱歌我出了一个光盘 这首歌是我的一个原创歌曲 我的歌曲叫《坚强的翅膀》 这首歌是我写的词 江涛老师普的曲 在绘画上 我有一幅画是 在中国一个很大的 国际美术展览馆 现在正在 这叫鸡脉展授 你人生赢家 你啥也没落下 现在其实我觉得 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他总想着说 自己为女儿做点事情 想让女儿的生活更好一些 那你儿子不一个人在 我爸 虽然说有这个外公 外公陪着 但是离原生家庭太远 你们三个人在一起 孩子会有抱怨吗 也有 但是他现在很理解我们 他知道爸爸妈不容易 带着这样的妹妹 然后还得负担全家的生活 他现在特别是给我们 儿子也来了 儿子也来了 是吧 来 掌声有请 来 来 站爸爸妈妈中间 你就不用坐了 来 介绍一下自己 主任好 大家好 我叫于嘉楠 今年十岁 一个人在河北 想妹妹吗 想 会不会觉得说 爸爸妈妈一直照顾着妹妹 忽视了你呢 如果是以前的话 我会是 我是会这么觉得 嗯 但是现在我理解他们 他们是迫不得已才这样的 然后我就想快来长大 帮爸爸妈妈分担一些 妹妹生活上的问题 有什么话对爸爸说吗 对着爸爸说 爸爸 您辛苦了 我爱你 我也爱你 说这么多年 确实 没办法 亏欠儿子 但是 我觉得 他也有同龄孩子 得不到的锻炼 爸爸希望你 将来能照顾好妹妹 做一个坚强的人 于正这样的男人 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就是 所有的事情自己扛着 而且还不是死扛 他不是死扛 不是说自己一个人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把自己 鸿托成一个 所谓家庭的英雄 他是真心实意 想尽办法 来改善这个家庭的状况 想尽一切力量 挖掘任何自己的才能 来把家庭带向一个 更好的方向 来 今天是你的心愿是吧 今天是 来 你先把心愿说出来 好吗 谢谢 来 去吧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成立一个 我自己的绘画工作室 好 谢谢 来 请坐 来 请坐 我有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心愿 因为我在街头画吧 环境比较恶劣 因为我是租的房子嘛 墙上不能钉钉子 所以我的绘画作品 没地方挂 就在床底啊 在角落里堆放着 有时候不注意会毁坏 比方说 这个油画都是油画布 崩起来的 稍微一不注意 像我这推荐也不稳 家也乱 琐碎事也多 万一扎坏了 我这幅画一般都要花 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就毁坏掉了 我希望有我一个绘画工作室 把它挂起来 我们来听听五位老师 会给什么样的助力 看你啊 这个真正是一个 真正的好男人嘛 所以说为了自己的女儿 不离不弃 中世环硕呢 愿意出三千元红包 去帮助你的女儿 去购买一些营养品 在一个我现在在职的单位 中国社会艺术协会 儿童艺术启蒙工程项目 是我创办的 具有一个书画的一个工作室 我们也去帮你 把你的书画 走到我们这个 艺术启蒙工程项目 就是一个拍卖 然后咱们之间得有一些合作 也希望你们一家好好幸福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余正 您好 您好 因为你自己呢 是做过平面设计这个行业的 我们营朗文化最开始的时候 初期业务我们是做策展的 所以正好是 我们有非常多艺术圈的资源 那么回到北京之后呢 我会帮你介绍几位 非常著名的美术馆的馆长 那么如果你希望你的作品 要进入市场的话 你就等着市场去检验 如果你希望是表达的话 那就要接受表达的奢侈 带来的这种贫寒 这是必须的 好吗 我会给你提供所有的这些机会 除此之外 刚才孩子在旁边 我其实我作为母亲 我是非常的难受的 那我们随风奔跑篮球训练营呢 是我先生创立的 是我们中国最好的 这种青少年的体质健康训练营 价值将近一万块 那我会送给你一次 这种体验的机会 希望你能开开心心地 度过这段时间 希望你的童年 有特别美好的回忆 加油 孩子 你的未来在你自己的手里 谢谢老师 我相信 好的作品 肯定是来自于生活 所以说我坚信你的作品 一定是很棒的 我们熊九集团是专注于 中小企业赋化 旗下有个平台叫熊三网 专门帮中小企业 教他们如何去经营自己的企业 所以说我能不能在网上 成立一个工作室 或者把这个东西 通过互联网的模式 让更多人知道 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需求了 我们熊三网愿意帮助你 我也代表熊九集团 也给你做出一些 相应的承诺 就是说到时候我自己 会购买一些你的画 然后作为收藏也好 作为激励也好 我相信你的作品 一定是最棒的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在节目的最后 你给我们带来 你那首原创 坚强的试吧 谢谢 好不好 谢谢 来 我们掌声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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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掌声欢迎 爱神却把你拾起 多少人记住了你 多少人爱抚过你 你不见即使我 最最心爱的宝贝 有双坚强的翅膀 让我抱着你一起飞 陪你伴个世纪 看你笑我会沉醉 世界太美 你的泪容易让我心碎 别哭别哭我的宝贝 让我抱着你入睡 希望鱼镇建画室的心愿 能够早日实现 希望它能用画笔 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希望他们能够收获幸福的生活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 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和网易娱乐 对于本节目的大理知识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可以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在万事大手机客户 端进入天青卫视 直播聊天时 并看并聊 直播后后 也可以通过天青App TV 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事大手机 客户端 继续观看